同学们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项目的最后一个部分了 就是我的,我们个人中心的这个页面 我们把这个页面做完成之后呢 我们的项目基本上就算是结束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这个页面,我们长什么样子 首先在最上面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作者的信息 那背景图呢,其实是我们作者头像的一个虚化 然后会有作者的姓名 下面这部分呢,有一个关注,有一个粉丝和一个积分 这三个内容呢,我们是直接从数据库里面我们直接读出来的 读出来之后把它显示到我们的页面里 其实像积分这些地方呢,我们没有单独的去做一个积分计算 我们直接从数据里面把它取出来,展示在这里了 然后我们往下看,下面呢,会有一个我的文章 我的文章点进去之后,它是一个文章的列表 我发布的都有哪些文章,然后会显示在我的文章列表里面 意见反馈呢,意见反馈打开之后 它是图片上传的一个页面 然后可以去填写一些内容 并且把这些内容呢,保存到数据库里 那整体呢,就是个人中心的功能 这些功能都比较简单 我们先去把布局呢,给它实现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们这里给它一个Header Header呢,放我们一些作者的信息 我们叫My-Header 那Header里面呢,我们再给它去写一个Vale Vale我们给它一个Class Class叫My-Header-Gon-Gon 这放我们的logo,就是我们作者的头像 那这里面会有两项内容 有一项内容呢,是什么?是Class My-Header 我们这里也是Header 诶,刚刚 Logo-Box 那我们这里面呢,就会给它放一张图片 图片我们先随便找一个我们的logo 然后放在这里 把前面的路径我们删掉 然后Mode呢,我们给它一个短边显示 我们头像下面,会有一个Test的标签 去显示我们作者,名字 我们叫名号天 我们现在随便给它写一个 然后给它一个类名 这样呢,就把我们上面的部分 我们给它布局完了 下面呢,有一个关注 一个被关注和一个粉丝 还有一个积分 这个显示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再去写一下 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跟我们的头像是同一级的 那我给它们一个Class 然后呢,我们再去给它套一层 套一层我们写个类名 MyHead Info Box 我们给它包装一下 里面就是我们的文字内容 那么这里是被关注 下面呢,是具体的数量 我们1234 我们在被关注这里的标签呢 我们也给它写一个Class MyHeader 我们叫它Title 这样我们把它复制三个下来 我们把这里给它改成粉丝 下面是一个积分 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的布局呢 就已经给它写完了 然后去把它的样式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那我们来到C下面 我们看Style里面 我们先给它一个Line 我们声明一个Sus 首先我们第一步 我们先是给Page 加一个Background 加一个背景色 背景色呢,我们记得F5 保存一下 我们给整体呢 给它一个灰色的一个背景 然后再接下来去实现我们的样式 先是MyHeader 我们给它加一个Padding PaddingBottom 让我们的底下呢 给它撑起来一个15ps 然后是MyHeader Logo 我们去把头像 我们给它去布局 我们让它有一个Display Flags 然后呢 我们让它垂直的去排列 同时呢 我们让它聚中一下 然后Padding Top 我们给它一个30px 让它上面有一段的距离 那上面这段布局呢 就是我们整体的 我们头像跟我们的作者名字 给它去做的布局 那么下面我们去给具体的头像 我们去把布局给它写出来 首先我们给它一个固定的高度 我们给它60ps就行 然后有一个Boulder Radius 我们50% 给它做成一个圆形 然后OverflowHead 我们把图片的一出 我们给它隐藏起来 然后我们是Image 我们标签呢 就是图片的标签 我们宽高 都是100%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图片有点问题啊 那我们是不是什么地方去给它写错了 MyHead Ergo Box 这里去烧写一个O 保存 那现在我们这边图片和我们的名字 样式是对的 然后这两个离的比较近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个间距 那么我们给谁呢 MyHead Ergo 我们来下面去给它做一个布局 让它mark in top 让它mark in top 让我们给它一个15px 让font set 我们是16px 然后让我们的字体加速 那现在给我们logo同级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下面的关注的三项 所以我们叫MyHeader info mark in top 15px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一个flex布局 我们让这三项呢 我们给它横向排列过来 横向排列之后 我们要让里面被关注跟数字是数项排列的 所以我们要继续在下面 DealMyHeader info box 给它加一个flex布局 然后呢 我们让它垂直排列 然后左右距中 来这是上下距中 然后是左右距中 宽度呢 我们给它一个百分之百 font set 12px 最后我们再给它一个color color呢 我们用一个999的颜色 来保存一下 然后最后 我们的内容呢 其实就已经接近正常了 但是我们需要让上面的这行文字呢 去编大一点 所以我们这里去单独它 给它写了一个类 那我们就给它直接去添加样式 那fund size呢 我们就14px 颜色我们用颈333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布局完之后 我们看设计图上面 后面会有一个头像的虚化 所以我们背景这里 我们要去给它放一张图片 那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最上面我们去给它放一个图片 图片我们叫image 我们把它放过来 然后加一个类名 类名呢 我们叫man-heider-background 最后回到我们的布局里面 这里我们是不是要去给它处理一下 那处理我们怎么处理呢 首先我们需要让它最外层呢 给它一个相对定位 那position-relective 我们让这张图片里面 是一个绝对定位 absolut的 那我们把它称开 top0 alright0 bottom也是0 最后呢 left我们也给它一个0 我们让它全部称开 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模糊 我们大概8ps 然后透明度呢 我们给它挑低一点 透明度我们调个0.3 最后我们让里面的图片 宽高都是百分之百 这样下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效果就基本上 已经去给它实现好了 那其实我们的上面内容实现好之后呢 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列表 列表也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呢 给我们hider通级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列表就可以了 那我们叫 will class呢 我们叫my content 然后我们快速的 我们把布局给它写出来 my content list 这里边是个什么内容呢 列表到左侧呢 会有一个图标 一个文字 那右侧呢也有一个向右的写箭头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再给它包装一层 list title 然后左边我们使用view icons 我们去引入一个图标 type呢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小类型 我们叫conact 给它指定一个大小 我们是16 然后再给它指定一个color 我们警666 然后我们的图标就做好了 然后下面给它一个test test的这项呢是我的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有一个小图标 然后是我的文章 但是它没有样式 一会儿我们去把样式给它调一下 这样好了之后 我们需要把上面这一层呢 我们去给它单独的复制一下 不对 然后我们这里其实还是少一个的 在这个位置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uni icons 那type 是一个右键头 right size呢 我们给它大一点 24 color 我们就给它一个666 保存 然后看一下 这里我们的图标也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们就去对它做一个样式 我们再复制一个下来 那么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是意见反馈 那这个图标type 我们就需要给它改一下了 我们叫type 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快速的把布局给它实现一下 那来到我们最下面 最下面应该是跟我们的header同级 我们去写样式 那么最外层呢 我们不需要怎么去处理 我们直接写里面 里面会有一个list list 首先我们Display flex 然后让我们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让它两侧对齐 pading 我们给它一个15px 分下左右 全是15 margin top 我们让它跟其他的有一个距离 那么margin top呢 我们给它一个10px 最后是background color 我们给它一个白色 color 我们用333 最后是一个font size 字体大小 我们用14px 继续 我们接下来是content list title ad display flex 我们先flex布局之后 我们让它垂直 给它一个center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呢 我们的布局就基本上ok了 但是这个图标跟我们的文字呢 中间是没有间隙的 那么我们在acons上面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类名class 我们就叫acons 下面呢 我们也给它去复制一个 然后把acons呢 我们去做个样式 让我们的内容呢 去拉开一点距离 那么margin right 我们就是5px 保存 这样的话 我们的布局 就算是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这个按钮 是不是有点显得略大 略笨 所以我们给它改小一点 我们这里是 给它改成14 不应该用24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好看多了 那这就是我们个人中心的 烟面布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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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